订阅观看YouTube 即时文法 智慧对开 奥曼心 它会毁掉你很多的功德 在道场担任执事 当你在承担这些佛式道物的时候 你可能影响五个人 十个人 二十个人 一百个人 乃至于上千人 他们所行善 布施的这些功德 都跟你息息相关 你如果把这个事情做好 你保全了这些人的善行 延续了这些人的慧命 你等于是他们一个大的助援 那你有功德 所以很多来学佛的同修 在道场 当你有真实稳定的发心 我会请你担任道场的指示 就是这些功德领导人 让你担任这些不是代表 你已经修好修成了 这是一个特别的修行开始 你在担任这些佛式道物的过程中 你会比别人特别的辛苦 付出特别多的心力 劳力承担 你会吃不好 睡不饱 甚至晚上人家都睡觉了 你还在那边统计 登打 反复检查 还有一些同修 他都不按照规定 比如说来捐款 已经过期了 他就说过期了再帮我收一下 对不对 我妈妈最近生病了 帮她做一点功德 拜托了 拜托了 你又要说好吗 要重新计算 重新登打 就要应付这些很多 不合情理的状况 所以在做这些佛式道物的这些人 常常 其实有很多的辛苦 他们也都来跟我说 讲这么多干什么 就是要做好 不是说要有功德吗 就是这些辛苦才会有功德 没有这些辛苦功德从天上掉下来 功德是变出来的 就是这些辛苦才有功德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你不是想消业比较快一点吗 你不是想累积资粮 修积福德 消业章来快一点 你不是想这样吗 现在你不是满怨了吗 自己去买一个海绵蛋糕 插一个蜡烛来庆祝都来不及了 对不对 现在你满怨了 你怎么在那边 哭苦恼恼的 出没苦恋 我没有跟你讲 消业障的时候 或修积福德的时候 我没有跟你讲 你会很轻松愉快 躺在沙发上 拿着柳丁汁 里面还有冰块 还吹着冷气 我没有跟你讲 修积福德的时候会这样 这符是逆出来的吗 是不是 你咬着牙齿 撑着 心都坚持 有的时候大家都睡觉了 晚上11点 12点 终于电话 赶紧连 赶紧连 微信都不来了 对不对 我们的脑坡才开始要平静下来 等到平静下来 可以入睡3点 4点了 是不是这样 甚至有同修他睡不好 我就说那你现在在做这些博士 道物的时候 你晚上大概六七点就要结束 六七点要做一点定课 禅修 聊聊天 贴贴膏药 推拿推拿 泡个澡 都可以 就是你要放松 八点九点要放松 十点十一点慢慢可以睡觉 你要早一点把这些事情放下来 同学跟我讲 他们做到十点才停下来 我说不行 十点停下来 他们在晚上十一点 十二点 一点 两点 那个大脑还很活药 还在想多想西 那一点要怎么睡 睡不着了 那第二天一大早 如果又团体生活 他定时定点要起床 又要早课 昨天没睡好 恶性循环一天一天累积 睡眠障碍就出来了 甚至有这个忧郁症就出来了 或者心率不整 高血压就出来了 高血压就出来了 但是这要调节调节 当然这是另外的题外话了 我讲回来就是做这个佛师道物的人 你要修功德的时候 尤其在领众的时候 大家会对你报仪 随喜 称道 恭敬 你像这台湾防疫 现在的境内是零确诊 最近了 这就是卫福部长 就是防疫有功 受到这个国人的推崇 赞许 所以他到哪里的时候 这老百姓就请他吃东西 谢谢他 给他送花 送一些礼物 谢谢你把这个防疫做得这么严谨 让我们国人现在可以 平安健康地过着这样的生活 是不是 你做这个佛师道物也是 无论你是收功德款 你是放生的 你是印经的 你是这个书食馆的 书食团的 或者你是法会主任这些 都是你把它做好 同修是不是心里会感谢你 谢谢 我让你这样收功德款 这样定时定点提醒我要做功德 要参加活动 今天已经第四个年头了 心里真的很感谢你 会不会这样 会啊 那你就容易起傲慢 但是你起傲慢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这个人没有在修 你已经 你没错你在累积这功德 但是这功德会衰损 那你同时累积这功德 它不但衰损 你还停止了修自己的谦卑 低心 就忽略了看自己的心气 所以当这个傲慢滋长的时候 你这佛师道路快要出问题 你领重就不会成功了 多年下来我一直在讲这些事 为什么我们各地 包括国内外的道场 你只要有傲慢心在领中 它一定离不开什么 不当领导 错误成全 你有不当领导错误成全 那哪有什么真功德可言 你修得到福德吗 这就相当有限了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主题 应该看阿曼心它来自哪里 来自分别性 我们常常都会讲 你不要这么有分别性 同学你对我不要这么有分别性 对不对 这搞不清楚分别性是什么 分别性就是 只要有分别 就是我值强大 就对自我的执着是非常强大 常常你潜意识就在心里 这么样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认为我是独特且超群 与众不同 我在人群里面我是不同的 我是超群的 你不要认为这种心态只有一种 我是超群我是不同 连那个 我们常常看到它就是 也许它就是其貌不扬 也许它是能力浅薄 也许它就是说 你看起来极其频繁 在人群中也是被人家漠视的人 他都会有这种心态 他都觉得我跟你们不一样 他的那种傲慢是他那种独特的状态 他连吃个饭 他会可以调半天 你看在饭场下 这些舒适团端出来 这大家都有经验 我们都给主厨帮厨人员 随喜称赞一下 大家辛苦了 回向还在那里面念 感谢上师 感谢菩萨 感谢菩萨就是这些主厨帮助 菩萨 你们都辛苦了 谢谢你们 给我们烹调这么好的药食 给他们的赞叹回向一下 我们就开始吃 吃了就 这什么 很怪 怎么这样煮 他开始 连这样都可以起分别 意思是说 我有我自己的饮食的那种诉求 我有我自己很严谨的饮食取舍 这些在我来讲都不是很及格 这也都不大好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 所以在很多小地方 很多的环节都可以看到这些问题 你不要以为傲慢的人 他就是一个 居高位的人 居领导位的人 表现非常出色的 他才会傲慢 那可不一定 有一种傲慢叫做卑劣傲慢 这个当然今天不讲到那边去了 反正我执强大有很多种形态 认为你自己跟人家不一样 甚至是超群的 你如果是这样子的状态 你今天听到了 你这辈子不知道 还有没有机会 如此重视这个问题 我劝你今天开始起修 跟你的傲慢心旋战 为什么 因为这个傲慢心 会让你错失很多的机会 和殊胜的法源 所以你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点选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 与直播通知